呛呛三人行 我曾经是做过这个新闻主播的 对吧 但为什么不做呢 就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这个观众投诉 就说我这个播新闻不可信了 是吧 但是呢 这不是主要原因 我觉得还有一个 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对 今天我发现呢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啊 有的新闻如果你让我播呀 我很难不笑 你知道吗 我很难不笑 够杂 就是我很难 比如说 就这个新闻 7月23号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说这个河南新乡市 一座再见大桥 发生 21日发生这个坍塌 然后这座大桥呢 叫做共产主义大桥 然后 两名工人死亡 事故原因到23号 还不得知 但是这个大桥呢 长达四年的施工进度 引发了外界关注 就说是 因为前几天下雨 导致共产主义大桥的 这个坍塌 然后 但官方的通报说呢 这个事故呢 是因为有一辆水泥灌车 和起重机啊 发生碰撞以后 侧翻 把共产主义大桥给高翻了 压垮了 对 然后呢 这是说 值得注意的是 这座桥 从2009年8月 就被有关部门 鉴定为 微桥 进行 那么当然了 他这个桥还在 还在 这个 还没建好 还没建好 怎么叫微桥 我觉得 还没建好 然后他就让人走 这个共产主义大桥 并于当年底 被爆破 拆除 距今已有近四年时间 你都不知道 这个新闻 是在说什么 这个桥到底是建好 还没建好 你们这就不懂了 我觉得看得很清楚 这个桥呢 是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对 这很明显嘛 对 不要像小心行使嘛 对 对 然后呢 就说 中建七局党委宣传部 一位负责人 对此强调 坍塌的不是大桥主体 属于意外的安全时刻 对 这主流是好的 主流是好的 哪一个桥还是健康的 主体 你听过有意内的坍塌吗 那就是设计的定向爆破 那叫爆破 那叫爆破 对对对 有坍塌是不意外的吗 有坍塌不是意外的吗 但是但是为什么要叫共产主义大桥呢 好端端的 康庄大洞 我说还是要走向共产主义大桥 一般我们现在很少见到有一个这种建筑 叫共产主义什么 很少了嘛 第一它叫共产主义大桥 如果你构得上就共产主义大桥 肯定当初建这个桥是有点想法的嘛 那你有点想法的桥 你还不好好建 还把它建成个围桥 还得在定点爆破 这个宣传部门不是该打屁股吗 这个 我们已经可能就串折了嘛 对吧 我注意过 那个现在那些楼的名称啊 那些建筑的名称啊 我专门做过一个统计 做了个报告 讲香港嘛 讲什么残妇啊 自然啊 北京嘛 有一些 结果达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说所有主旋律的词 不会出现在这些居民的 或者是什么楼堂管所的大 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 现在一个新村叫 比方就叫社会主义新村 或者叫光明新村 这种都很少了 主旋律 比方说没有一个山庄 叫革命山庄 对 而反过来这些东西在台北有 台北一大堆的人爱啊 人意啊 这种这种道德啊 复兴物啊 忠孝啊 忠孝 他当然是跟地名相关 但是他的确有豪宅啊 现在卖的很贵的 还叫什么忠孝山庄啊 诸禄之类这样的名称 就反而台北的建筑有政治的名称 中国没有 忠孝怎么是政治的名称呢 这当然是政治 这我们传统政治嘛 忠孝 八荣八十 不是八荣八十 那叫什么来着 忠孝与 理义联职 对 这是中国的这个儒家的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政治嘛 这就是传统的政治 还有一个背景 他在台湾是被政治化 他是蒋介石提出来的 蒋介石提出来 把它变成蒋介石的政治的意识形态 因为那时候大陆在搞文革的时候 台湾在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把所有这些中华文化传统价值 变成一个官方意识形态 也有他自己一套解释 最近有一个消息 网上的这个反应都见好啊 就是说 就是说中央要求党政机关 五年以内禁止新建楼堂管所 已经批准 但是尚未开工建设的楼堂管所项目 一律停建 那那个共产主义大桥怎么办 他不是楼堂管所 那大桥不用停了 他已经塌了 就是 你知道就是说 现在啊 这个反腐你得承认 它是有点真格的 就是弄弄弄 而且就从这个最高领导开始 你知道对这种饮食业 造成很大的打击 是什么茅台井 北京的好多那个馆 所以我跟你说 北京这个城市啊 怎么说呢 它有很多伟大的地方 但是有些地方啊 我是真觉得太差了 就是比方说你这个饭菜 你实际上饭菜的味道啊 并不如台湾讲究 甚至不如上海讲究 对吗 不细致 就是弄那个豪华 弄这个什么这种这种海鲜 真是楼堂管所 那么就是摆阔起 实际上我就觉得这个 其实我自己身为北方人 我怎么老觉得北方人 有时候挺不靠谱的 就是真是 叫广东人讲句话 就叫 讲究天下无敌 讲究天下无敌 做就无能为力 就是经常是 我就觉得我在北京 好比说你吃老北京炸酱面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它外边门面的功夫 做的越好的那个地儿 你就别进去 对 你知道吗 那家伙你吃那炸酱面 恨不能从门口 18个人就接力传呼 比如说这个许爷来了 许爷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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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绕18个人 直到满个餐厅的人都知道 明是许爷 许爷来了 然后最后给你端上 这么一碗炸酱面 那个酱那一块跟水泥一样 你半都半都半不开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北京某些角落 都不是一些角落 他不下功夫在这个实在的东西 这就为什么我们南方人 有时候对北方人很多偏见 当然我身上北方人血统多 但是我必须承认 我们南方人这个偏见 有时候也是合理的偏见 因为常常说起来 比如说 很多人很讨厌上海人 对不对 全国人民都讨厌你们上海人 你知道 说上海人 说这个坏话 说那个坏话 但有一点我挺喜欢上海人 就比如说你比较起北京人 或者是别的北方的各省人 东北的地方人 你那北方人呢 很容易跟你聊天 说什么 行这事我给你办 这是没事 包在我身上 兄弟 对对对 然后到了第二天 什么都忘了 对对对 但上海人呢 有一个什么好处 我们广东人有时候也有点像 就我们很互相欣赏这一点 就是 要谈成一个事不容易 你要他肯答应 要做一个事不容易 但是只要他答应了 他九成会给你办好 对 然后他没答应之前 就跟你斤斤计较 对 没错 没错 就跟你算得很仔细 万一这样怎么办呢 万一那样怎么办呢 就这样 我们北方人就豪爽 你要到我这来 是吧 来找我 找我 问题不大 找我 你要是走 不管去哪 你提我 你当时提我 先提你 是吧 但是咱这个 这个说远了 但是我 你这跟楼堂管所的禁令 有什么关系 不是 我跟楼堂管所的禁令 是说 太有关系了 你知道吗 这个 饮食业遭到打击吧 现在那些官员腐败的 很多地方 包括奢侈品 不是不行了吗 可是最近 我收到一个消息 这个 你不要以为 这些个世界名牌 奢侈品 它是那个表面上 门店呢 萎缩了 可是呢 很多奢侈品 它的具体营业额 并没有下降 或者下降的并不多 为什么 因为它改换了一种交易方式 现在有的 你知道吗 帮帮你们上海 有的这个名牌店 它已经到了一个什么 你这个 这个这个官员 或者送礼的 你在家里上网 你你订好了 你订好打电话 不是 你你订好 你打电话 它可以送上门来 嗯 就我在网上订了 它直接送到梁文道 它直接送到你家 而且 下面一些许爷致意 对 现在这些许爷 这个腐败的这些个场所呀 不一定是那么高调 那么公开了 但是现在变得非常私密 对 有的外人会员 会所在几百 几百年历史的什么巷子里边 这种公馆 没错啊 而且还有一种是怎么样 现在不是不能到那种大饭店 很豪华的厅堂馆所吃饭了吗 对 现在官员很多时候有时候流行到吃农家菜 显得简朴 但是那农家菜 很贵 他农家菜真的是跑到一个农村了 真的是一个农户 但是把五星大饭店的大厨连人带材料 把整车运过来在那边包办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你知道有些居民区啊 周围都是平民的房子 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小楼 这叫低调啊 你进去之后 可能上海第一流的厨师在那等着你呢 就是给你做好吃的 中国人真好吃 这枪枪赞言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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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阵子我在上海 有个朋友说带我去看个商场 我说商场有什么好看 就后来没去成 有点后悔 那个叫谁 宝爷嘛 小宝嘛 小宝 他跟我说有这么一个厂子 那个厂子有意思 里头卖的全是奢侈品 这假货 然后呢 他说那些假的 程度是真的是假以乱真啊 假的跟真的一样 他不只是卖假货 他最牛的地方是整个包装完全一样 就你买一个LV要买什么 那盒子拿出来就那个黄色的 那个袋子就是那个棕色袋子 全给你按照原料包起来 还出发条 然后这个发条还不是上海的LV发的条 它可能是巴黎什么店 真的是法文一张张发条 或者英国哈罗的百货公司 也是有发条 盖章 所以你哪天买的 你想 然后给你写 完全写英镑啊 法文给你算这个价钱 那么你买这么一个包 两三百块人民币就搞定 你敢送吗 怎么不敢 现在其实很多 你准备要自己的桥他掉吗 很多人送礼啊 包括送给贪官呢 送给什么 其实是拿这些去送 那你要是不会吧 你要是识破了呢 因为不容易识破 太真了 它太像了 而且这个东西 你低估了我们现在干部的水平 不不不 你还要了解一点 这个东西啊 送礼啊 其实很多礼物是从来没被拆开过 就相当于月饼 那种天价月饼 它是天价月饼最贵的地方 不是贵在他吃的那一刹那 他吃的那刹那只值五块人民币 它贵的地方是在这个转送的过程 它是不断转送 所以这个礼物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讨好许言 哎呀 我给他弄个这个牌 这算是假的 假的 那你一看 他呢 可能的心中有数或无数 不管 你再转 我就 我就最 我就最多给这个傅小田 德文涛 对对对 我要给刘昌了 我绝对不用你这东西 给他就行了 他就不停的这么 寻转下去 不晓得最后到了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那所以呢 你这么想起来 其实很多贪官的 那大家也挺冤的 他们半天搞半天 这个东西 说不定原来就是假的 怪不得刘志军查出来 最后才六千万 原来收了很多都是流通货 对不对 没错 我们河北有一个大密码 叫李真 你记得吗 到后来他那展览 两间大房子 都是他收的那个书画文物 哎呦 满满当当 全是假的 你知道吗 他这一辈子 你让他帮人办了事 收这个办的事 也是假的呢 你觉得有的领导 那叫一个明察秋毫 我跟你说 所以你骗这个领导 有的领导 你比如说 这个在这个这个 古董文物市场上 都有搞什么交易的 都有因为这个 你知道 比如说啊 我要送给领导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实际上 大概就值个三百万 对吧 但是呢 他们会操作 他们操作之后啊 在这个拍卖会上 假买假卖 就是自己自买 自己举自己 最后他可能举到了一千万 一千万 那就是上新闻 或者说你都有证书 都知道啊 然后我送给这个领导 但是你知道 轻易别这么干 碰见有的领导 那叫精明强干 收到之后啊 人家找人查 后来给查出这个内幕之后啊 你这叫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这领导一个电话呀 就把你当案子给办了 抓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就是根本就 所以 这种例子 要多积累一点 对不对 就从这里入手 我总觉得你们讲的 这个层次都太低了 我觉得现在搞送礼啊 这种 我们以前说过嘛 这叫搞废制 就是搞废啊 就是你发表文章一次性的 现在都是板税制 现在不是再呼吁说 你给我送恐龙骨头 我都难出手啊 你现在送什么东西 这都是证据啊 现在最好的就是 你根据也好吧 你接下来这个项目 让我参与啊 或者让我小孩参与在里边啊 对不对 那我是合法投资人啊 我一切都是合法 那以后那个就不是一个礼物 那是一个水龙头啊 只要你那个企业希望发达 我们国家现在都希望发达 你这个东西不希望发达 我也不会支持 对不对 但我支持了以后 你看我的亲戚也在里边 大家共享繁荣 现在管的是这一条 所以这一条 你没办法自你前面 现在也可以是 因为这个东西呢 如果今天 比如说现在也越来越多 针对官员的家属的这个管控 比如说财产申报啊 或什么 最近香港不是也闹得很大吗 太难了 你看香港这个例子就 我真的没那么明白 我今天在香港 我怎么24小时就陈茂波 这个陈茂波灰头土脸的 从事到晚在这交代说 他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那就是有问题嘛 他是怎么样呢 发展局局长 管理的是香港的城市规划 土地发展 那么最近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案 就新界的东北呢 要发展成一个新市镇 就本来一片农地 你想想看要搞成像沙田这样了 对 那多大的项目啊 那你这么要把农地收过来 要做发展 你不是要给赔钱了吗 对 给地主吗 结果现在被发现 这个案子本身就有争议 当时大家就说 不应该猜 不应该在这个地方搞这个 或者不应该这么做 或者应该在别的地方做 但是这个发展局长就一例说 非得在这做不可 这里做怎么好怎么好 然后现在被揭发 原来这个发展局局长 自己有块地 他在这个发展区内就有地 而这个地价值 如果最后算出来 过千万 那过千万 就等于政府要拿一千多万 赔给他这个 他有份的这块地的地主 那么他的说法 为什么天天延续下来被人追呢 因为他天天讲法不一样 一开始呢 说这块地 他就找忘了 是休闲用的 是带着家人休闲 反正是块烂地 也不知道怎么休闲 后来就被揭发呢 原来这个地是租了出去 他说那不是我租的 这个地呢 是我跟我老婆找 就把这个 把它卖给别的公司 这个公司 恰恰是我老婆家人 又被揭发 什么 当初你租这块地 是你自己签名的 但是他这个事情 很有借鉴意义 他这个事情 因为他中间 也不是说没有道理 因为比方说 假如说不是他儿子的话 他卖给他的 太太的家里人的话 就申报 他申报了 中国现在财产申报 就碰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假定说 你是一个当官的 你有财产 不是在你控制 是你的哥哥 但是严格说来 你哥哥有多少钱 你不一定知道的 对啊 所以你要是做了市长 你哥哥有多少钱 你不一定要申报啊 对 对不对 那只要这条存在的话 因为我现在接触 内地很多官员吃饭 好这是敏感话题 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世界人才竞争日益加剧 中国正在面临人才短缺 和人才外流的双重困境 高端人才严重不足 可能使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 失去足够的动力 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该如何留住本国人才 吸引国际尖端人才 要创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需要进行哪一些改革 中国的人才战略 是否需要重新架构 红花狼环女大战略 星期日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沉静于山水之间 相受三千年 旅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渡浆区 大陆的官员怎么样 那个陈茂波的事情是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的例子 我碰到那些官员 也有全国政协常委 一些局长 他们说实际上的财产申报都在进行 中纪委要抽查 他们自己党内的组织部一直在进行 所以他们都已经准备好 都也在填 因为虽然不公布 但是呢 技术性问题是 你做官 你的太太可不可以做生意 你的儿子可不可以做生意 还更大的问题是 你太太的弟弟啊 你的亲家 你的媳妇的父母啊 这些亲戚 如果这些可以的话 他们很容易把财产都转移出去 对 由他们来做 你最后查不出来 如果这些不可以的话 道理又讲不通啊 因为他也完全可能不靠你啊 总不见得 你窦文涛做了官了 我做你的哥哥 我就不能赚钱了 对 对不对 这也是人权 而且平行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也不知道我哥哥有多少钱啊 我也不能去问他 对啊 对不对 他也许别的方式 他赚的比你还多呢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牵涉到 怎么样又限制官员 怎么样又维护基本人权 有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技术问题 我觉得哈 这个比什么进茅台酒啊 比那个建管啊 是要更大更大的挑战 这个东西呢 很难讲 因为世界各地 都有类似的制度 制度问题 所以我前阵子 我还看一本说 他就专门讲这种 信任危机 其实全世界政府都有信任危机 就是关于贪污 尤其关于 刚刚您讲的那种申报 到底申报到什么地方 才叫界限 对 每个国家不一样 有的国家呢 他是越高层的官员 他真是查久足了 越是高层 越是这样 他主要是怕出政治问题 那么 但是呢 这个一切制度啊 都不能够有最后保障 因为说不定 我太太 我表姐 我表妹 跟我东西都给你抱上了 没想到我表妹夫的什么一个一个朋友 才是我真正输送的对象 那怎么办呢 所以到最后这个东西很悬 说到最后只能是讲信任而已 要有一个文化 他要有一个信任的文化 我觉得除了信任以外 还是你知道他参与做生意的最大的坏处 不是说他们赚了钱了 使我们感到愤怒 而是你有官员背景的企业 跟别的企业竞争的时候 会可能会破坏法力 占优势 所以才要申报 对不对 主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看不得官员的太太有钱 就怕她影响她的决策 而是在法律间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不让官员的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为你